各位朋友,苹果15手机刚上市就翻车了 有中国的一个维修手机的大V叫杨长顺 他呢,现场拆了好几台苹果15 结果全存在着瑕疵 连续三台摄像头都有灰尘 结果呢,摄像头内部的灰尘 都是在这个镜头里边的根本就除不掉 这就是苹果15的加工的瑕疵 有人质疑啊,苹果的品控啊 是否是如此的拉胯呀 任何一个品牌都可能个别存在质量问题 可是呢,这个杨长顺的连续拆了三台全新的苹果15手机 镜头内部都有灰尘 哎呀,苹果15这个品控确实是不行啊 有网友调侃啊 这是不是在印度做的呀 那个洗手了吗 做这个苹果的时候 是不是上面有大肠杆菌呢 这三台手机的摄像头的灰尘 不仔细看,肉眼没法看到 但显微镜下观察 我的天哪 阿三的杰作 这工作简直让我们太失望了 这个博主拆机之后呢 发现苹果17芯片的标识都消失了 这个 我们来看看拆机的视频啊 有视频为证 各位 这个灰尘全是在镜头内部的啊 根本拿不出来 没法清理 15PLUS 但是镜头上面也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灰尘 开玩笑了 真的是开玩笑的 完蛋了 真完蛋了 不开玩笑 这真的废了 今天谁啊 中国主张呢 那印度的是在一起的印度吗 不知道啊 我估计造假了嘛 但是为什么镜头会那么多灰呢 关键是每一个镜头都有灰啊 那接着拆呢 来 大家证明一下啊 这机器是全新的 没有拆过了 我们没有给它的镜头 没有给它的镜头撒灰啊 10 这是全新的分条啊 11条 好 到屁股这里 第二条 两条 然后呢 这个是15PLUS 来 显微镜直接看 哇操 完蛋 还是有灰 那这个废掉了 连拆四台 四台机器 项头里面全是灰 擦干净看一下啊 来 看好了 擦干净 很明显啊 因为我们用的是显微镜啊 我们显微镜是直接能看得见的 表面 现在是没有 没有张东西的 但是放大啊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灰 我们来点一点 这是其中的一个镜头 一个镜头 在表面的这个灰 来 这个是能搞掉的 这是在表面的 表面的 我们对着这个灰尘去划它的时候 它是可以看得见的 是可以被划没有的 来 但是我们现在看里面 这一颗 去不掉啊 一颗 三颗 这里有三颗 四颗 五颗 这里有五颗 五颗在哪里呢 五颗灰尘在哪里啊 已经 这里也十几颗灰尘 这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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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一颗 对焦啊 跟着我的对焦 你们就能看到 灰尘 全是灰尘 这边更多 这边更多 看仔细了 这边一颗 两颗 这边两颗 然后呢 再看这边 这边直接 已经在这个镜头上面了 一二三四 这边有十颗灰尘 这边更多 所以这个机器里面 有二十几颗灰尘向头 就是在显微镜下面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机器里面 有二十几颗灰尘 我先把这个 上面的灰尘 彻底都没有啊 彻底没有了 我们现在点一下啊 翻大 这个地方有 一二三四五 这个地方 六七八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但是我应该 没数全 二八 二九 多了 多了 这个就是有 二三十个 灰尘 好 看这一颗啊 看这一颗 这是新机器啊 我们直接就是拆包装之后 就能看到镜头上面 全是灰尘 什么个情况 安装没在无城间安装吗 镜头这么重要的部件 开玩笑了 真的是的 哦 也有 也很多 刮不掉的这些 都是灰尘 没得搞了 废了 这十五翻车翻了 iPhone 15 是掉到灰窝里了吗 哎呀 这个品控啊 真要命啊 而且呢 这个年年挤牙膏 今年挤的呢 也不尽人意 据说这个 A17的芯片 在进行 这个游戏 和高负载的时候 火龙啊 到了五十多度 最多到了五十多度 比那个原来的那个 销龙888呀 也不差呀 A17也是个火龙 而且这次库克 还专门在中文的微博上 推销这个iPhone 15 好多的网友啊 拿着华为的手机啊 都冲过去怼库克啊 你这弄的什么玩意儿啊 还什么A17 带来全新的性能表现 超凡的游戏体验 全新的太极鼠啊 好家伙 你看这位朋友说 我拿着13 Pro Max 等了你两年好吧 就这啊 我去换Mate 60 Pro家去了啊 这个根本就不买了 说苹果用户表示 已经换了华为了 是吧 说iPhone 15 Pro 是自打iPhone X以来 在我心中最接近完美的机器啊 也有这种裹粉啊 是吧 买来以后我要用好多年 这也有裹粉 这朋友说 这么玩下去啊 你的手机早晚卖不出去了 是吧 说看尾巴 库克今年也不换15 什么原因啊 不用我说了吧 是吧 库克用的14发的 是吧 从这个iPhone 4开始 用的我 就是一个这个铁粉 今年表示对苹果毫无兴趣 已经厌倦了这种毫无创新的换壳产品 而且信号差 这点已经无法忍受了 这位说没有什么创新和亮点 继续挤牙膏 年年换的我 今年不换了 对吧 这位说了 15Pro才8999很便宜了 一直都是这个价 觉得贵的应该问你自己一下 这几年你有努力工作吗 库佳琪 这位是在嘲讽李佳琪 你买不起 你有努力工作吗 那买华为去吧 这位朋友说呀 今年啊 你们啊 被华为给爆傻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呀 你们今年被华为爆局给爆傻了 苹果啊 今年的苹果啊 咱实话实说啊 刚才的那些苹果 那上面并没有标 在印度产的啊 很多呢 应该是在这个大陆代工的 或者说是从印度 光运了一个这个手机过来 在中国大陆包装的 冒充大陆代工的 反正是无论是印度还是大陆代工的 即便是大陆代工的 富士康给他代工的吧 那工厂里边品控也出问题了 这手机不在无尘尖组装吗 反正整个的啊 现在镜头里面都是灰 可是呢 今天我看到最新的这种这个回答啊 苹果官方回答了 说我们承认手机镜头里有灰 但是这是免不了的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不影响 用户的体验和使用 反正是苹果现在耍赖了 那镜头里有灰 能不能退货呢 我不知道啊 反正是应该算是一个产品缺陷了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次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